我有點想要 因為我要一個講好 我覺得四是好人 是因為他有講到 就是九號錦上的時候說 然後巴也有可能療癮 因為對我來說 我覺得你身為一個預言家 就有一個預言家的底氣 你怎麼可以覺得說 巴會療癮這件事情 而且我覺得身為一個預言家 你錦上 你往後智慧發茶餐 就是在找預言家 那錦上還有三 五 八 你發了八 茶餐 我覺得你應該 預言家有的思考模式 或是對話 應該是說什麼 那八 我希望你自己跟我跳 我跟你講你們其他的狼 我們就引下去 如果錦上還有狼 我覺得應該要有一個 這種預言家的對話 對我來說 所以我會覺得 他剛剛錦上的狀態 然後 不太像是預言家 就是發言 所以九號在發言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沒有覺得 他一定是了 然後三請生 其實我覺得他聊得很好 那五的狀態我覺得 如果要 如果是站三邊的話 那我坑引力就是 五 六 七 九 不盤倒勾的話 那我覺得五的狀態 可能像是比較好一點點 是他覺得 那個狀態讓我覺得 就是可能比較像是 因為他一直執著在 三號為什麼要對八號解釋說 不厭八這件事情 為什麼不厭八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三號是講說 他一開始想要厭四 他覺得四很尷尬 然後可是最後什麼 厭了一 因為二跟一個什麼對話 他有講這個東西 才去解釋說為什麼不厭八 因為他覺得八雖然 想要給他留一點空間 就是什麼 因為八很常背 他想要給他留個空間 他不是只有解釋說 不厭八 他有解釋說 為什麼不厭四 為什麼不厭十 最後厭一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在我覺得你是好的狀態下 我覺得你太執著在 三號的這個點了 可是三號其實他解釋的 我覺得是很完整的 然後我覺得七 八都是獵人的話 那我想要站八邊的元素 我覺得七剛剛有一句話說什麼 我覺得三不是狼王 因為現在已經不流行狼王 跳預言家了 我覺得八號是 八號是 八號是狼王這件事情 不是 他這句話不是就是 有一點在暗示說 三根本就開不出槍 我們要出三這件事情嗎 因為照理說 九已經往後自衛發茶沙了 那到底八為什麼不自己起來跳 三 三 照理說如果他不是預言家 他一定很不想跳 看到隊友被發茶沙 他一定超想要引上去 給八自己跳 而且八跟九兩人對跳 八不可能 八至少那個你知道 那個氣勢或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這個邏輯的話 剛剛七號又講說什麼 現在不流行什麼狼王跳獄 或幹嘛感覺 就在暗示說三開不出槍 說想要出三這件事情 所以就讓我覺得 他跳獵人的時候讓我更懷疑 然後 所以 然後我覺得六號 我沒有覺得他一定是好人的原因 是因為 六號說什麼 八發言很緊張 可是我覺得八發言沒有到很緊張 對我來講 所以我自己的坑 我可能會打 在不盤倒勾的前提下 反正七九一定是綁一騎 三八一定是綁一騎的 所以我現在是想要站三遍的 然後我覺得有可能 九號是狼王的原因 因為七跳獵人 他有可能是狼王 但我覺得九號有可能是狼王的原因 是因為 他剛剛講說 那不然就從三九出 三九出的話代表他有可能是出局 這樣他就有可能開槍 所以我覺得他會說要從三九出 他有可能自己是狼王汗跳 我這邊 自己是比較站三遍 然後但我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有點想要七八出 對 因為七八出他們兩個槍口 一定是對準另外一個 汗跳的預演家 照理說 他們槍口一偏 你屋就好賭啦 對吧 因為 你狼王才有從外資位去帶 你獵人一定是帶這個明朗的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然後我總覺得十號牌 給我一種在打倒勾的感覺 因為九號 九號牌你 第一個 你一開始的錦輝流說十七 七號剛好是 我不管他是 不管你們那一配是好還是壞 反正十號 七一定是九的隊友 然後 十號這一配的感覺給我就是 他閩牌的掛像就不好 他比較臉很紅 然後大家都有點在重點觀察他 那重點觀察他的情況下 感覺打倒勾好像是一個 比較好生存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十號牌這個 我不知道 我這邊就覺得十號牌 好像沒有那麼的好 然後 我們要再聊聊本來那個 三九吧 因為從一開始錦上發演的時候 九其實發八叉叉的時候 我自己的錦牌其實我當下就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覺得三是玉 然後 然後三號確實他厭我的理由 確實我沒有對到一下眼 然後他覺得我 什麼很凝 艾莉說我很凝重 然後他就想要來厭我 對對對 所以我有 我我我我我 我吃得下這個理由啦 他厭我的理由我OK 但 九發八一個叉叉 然後 然後三號牌他出來 他其實第一時間 他不是要去撈這個八號牌 他其實第一時間是 他還想要把八號給摸清楚 所以他的第一集回頭 本來還想要留 這個八號牌 所以這樣這個 這個點讓我覺得 他比較偏好 就比較像個真運的感覺 因為 照理說 我很清楚知道 他是你對我的話的感覺 還是有一點這樣的動作吧 可是他感覺就是 他很怕被 他很怕被 就是被對方做身分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行為 我會比較認 三號是個預言家 然後九號牌感覺比較想要 做身分的感覺 所以我目前狼坑的話 自己 三張牌 我也是站三邊比較多 原因是因為 九號他是在景象往後座 發一個叉叉牌 我覺得很像在找預言家的感覺 加上如果 三跟八為雙狼的話 八自己會跳 可是八在被發查詐的那一刻 他是看著三號說 他是覺得三號是預言家的 那個表情 所以我覺得 如果三八夜晚有工作的話 余婷應該會想要讓給八號跳 這個點是優先 然後還有一個點是 我認同一號講的 先從七八出 因為 剛剛八號講到一個蠻好的 就是假設七號是起來 補跳獵人的小狼的話 他是沒有槍的 這樣我們就馬上很可以正視野 那如果萬一最糟的狀況 七號真的有槍的話 他就會帶八 那八剛剛跳獵人 所以他搞不好也有槍的話 就是我覺得三七八九 這邊可以自己處理 然後我們外之為好人可以 就是站得到視野 然後剛剛我覺得 九滿像狼王的點是因為 他把輪次想要拉到三跟九 代表說他可能想要開出他這把槍 所以我覺得 不可以讓他得逞 所以我覺得我們往七八去驗槍 我覺得一號剛剛講的蠻好的 然後銘牌的時候確實 我是說 我是覺得 一跟十 掛象很不好 就是很像抽到身分牌 然後我就有隨口講說 某君很怪喔什麼的 我覺得三號 剛剛把就是新聞神講出來 像宴一的那個感覺 我覺得很像一個完整的故事 所以我覺得 比較 信三號編 然後十號 因為我銘牌不好 但狼坑真的滿近 我其實覺得六號是好人 所以真的只能往道勾盤 所以我覺得十號可能要進榮 就是進榮措 七九我覺得是雙狼 榮措是五跟這樣十 而且五十不會共變 因為十是 十跟五很像不認識的牌 五為什麼 大家會把五 然後我還想要把它放進可能點 是因為我覺得小賴 我給小賴的容忍度比較 比較就是 沒有那麼 就是我覺得他不可以犯錯 因為他剛剛的狼歌很奇怪 他說什麼 站三的話就是三八 然後一十在開什麼 我覺得不知道是口誤還是要錯 但就是硬要把它放到容錯的話 我覺得小賴可以站那個容錯 然後七號剛剛發言 我覺得滿有攻擊性的點 是因為他打了這張四 他說四應該要盤除六 七會開烈人 可是就是四的配置 我覺得你七對四太嚴格 很像真的在走康推位 所以 而且他四又是第一個發言 他應該不會想到 所以我覺得七的攻擊性很強 所以七跟八兩個獵人 我是真的站八邊 然後三八是兩個好人 我覺得我們可以七八出 那這局我會覺得下七 然後看他怎麼開槍什麼的 然後女巫就毒酒這樣子 然後射夢人可以保護這樣三 那如果下一晚局勢很不對的話 再夢一次嘛 就把三眼弄死 對 就是我們再盤盤 對 我是這樣給你一些建議 好 先這樣過 好 我覺得二號是好人 然後 嗯 我想要 回應一下五號牌 就是你一直說什麼 我聊八號那個Bug 到底是什麼Bug 我聊了什麼Bug 你說我聊了他什麼 我為什麼沒演他 我在跟誰解釋 我就是在把我整個 艷人的心路歷程 為什麼我選擇演一號 然後為什麼沒演四跟Bug 這整個心路歷程跟你們講 為什麼這會變成一個Bug 然後我又覺得 五號有點硬抓了 真的硬打我的感覺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五六我現在搞不清楚 因為其實我覺得 如果我要盤 其實剛剛那個局勢 十號選警長的時候 它是可以 它如果是倒勾狼 它其實那個輪次 是有機會可以當衝鋒狼的 所以我有點不想要那麼快 把十號盤進它是倒勾 因為畢竟我就覺得五六 我覺得非常有可能 三位導師是狼 就是 就是他們衝到一個不行 然後六號 五六你們這兩胚 我不知道是怎樣 因為我警輝流就是 我就是先 五後六 對 我警輝流先五後六 因為我一定先從 你們這些人去抓嘛 對 然後 我有一個七號說什麼 我現在已經不流行 就是出預言家了 因為如果以輪次 冠宇老師說 輪次正確來說 一定是要 就是出預言家的輪次 對 但是 我覺得 他們自己聊出這件事情 就感覺很像 我覺得九號還說 那我們輪次就三九 我覺得他不是想開槍耶 就是我的感覺是 假如說出到他 然後他開不出槍 你們就會 女巫就會賭我 就你們就會反而會更覺得 就是好人的視角 沒有辦法正 所以我覺得 七是槍 然後九是 九是 小狼 我覺得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請問 如果我是狼的話 然後九在這邊發八一個叉沙 我為什麼要在這一期跳 就我配置雖然不好 可是我還是有這個概念 就是我隊友被發叉沙 我就不要再跳了 我上來隨便聊聊就好了 然後五很堅實 一定要站九邊 完全不給我一點空間 六號也是 所以 反正我覺得保險一點的話 我們就除期 然後女巫多久 對 七號很明顯是狼吧 請大家進行投票 三 二 一 請投票 我剛剛以為你在那邊講得這麼大串 你最後要鬼九 我想說最後還是七喔 沒關係啦 我只想說就是我們導師一條行 我是一定挺你到底的 威傑 沒事 沒事 會贏的啦 好啦 大家加油 拜拜 天黑七十第一 射夢人請尊嚴 選擇你要射夢的對象 剩戶 卻夢人請射食 狼人稱身請尊嚥 狼人請殺人 不然去,你更换。 ntang。 太丁了。 走。 狼人请立言 女巫请睁眼 你要说不要呢 你要读谁呢 女巫请闭眼 狼人家要请睁眼 选择你要读谁的对象的数据 狼人家要请闭眼 天亮要请睁眼 昨晚五号 九号 十号 十号 被刷死 十尊心指 快去 警用 二号 开始翻 四六的轮次 对吧 当然应该是六 还是四是那张倒勾 好我想一下 反正一定是射梦人跟梦游者 射梦人跟梦游者跟 读口三张嘛 五九十 诶 五跟十 狼哥都走了 又是怎么来继续 等一下想一下拍身份 剩一狼吧 因为 790是定狼 那拍身份吧 应该OK 对 然后我是女巫拍 这边读酒 对 然后一是精髓 不拍 对 一是精髓不拍 然后八 变 不行 我想一下 反正四跟六比起来 我觉得应该是六 因为六刚刚都是充给这张九号牌的 然后刚才变票 对 你讲一下为什么 对 然后四的话 我觉得 这样好了啦 就是 倒勾的话 第一个发言会讲的那么好吗 我觉得四号刚才发言蛮好的 而且他是就是那个七号打的对象 九刚刚也打四 就是七跟九都打四 所以我觉得四可能比较出可能 我比较觉得六可能是 对 过 六号牌 六号牌做蛮多匪视的 所以 嗯 这一轮 比较想出六啦 但是我总觉得 呃 我总觉得 四号我也放不下 其实 是啊 四号牌其实我也放不下 我是 射梦人 我是射梦人 呃 我先不讲我要干嘛好了 对 没关系 我拍个身份 然后给后面的去拍 过 二是不是没报赢罪啊 对不对 那是 那就出局啊不是吗 不是吗 不是吗 二女巫 干嘛 然后 然后 又是什么 平民在挡刀吧 要为什么要挡刀啊 我想一下啊 四跟六到底哪一张 因为我刚刚的发言是 哎我听完十 十几下一定 就 一定不是啦 他那个铁站非常非常好 然后 然后 五也 果然五是好人嘛 蛮不错的 我们就四六 你想一下啦 反正你们四六看 有没有女巫 有女巫的话就 就看嘛 二 二在干嘛 然后 我觉得四跟六 六比较 不像狼 因为 六是狼人 看到九是狼枪 他那样子冲 真的是发疯了 所以 二跟四的话 应该是 当然还是要听一下六发言 六就解释一下 因为他警察是没有投票的 他是很慌张 不知道要投谁 但是 到他那个时候的发言的时候 他是要去说他站边九的 所以 你就解释一下嘛 你站边九的理由是什么 我警察我已经拍猎人了 那 你那个位置要不相信我的话 你一定会有一个视角 是七一定是猎人 因为 还没发言的二 一跟十的票 都是投在三身上 所以他们用票形 证明了自己不是猎人了 但你的视角 那时候没有七号 反正讲白一点 就是六 狼到不像狼人 对 所以我会从二跟四里面去找 琴香是四 过 好 那我先拍身份 我是平民 然后 好 真的是 斐事都是我做的 但是 我第一个我不是乱闹 我没有投票 我那时候是要举九 但是我拿成八 我那时候就已经要占九了 但是 我占九的原因 我刚上一轮有讲过 再讲一次好了 就是因为 刚刚就是 三跟九在井上跳院架的时候 三一开始要发井灰流的时候 就是本来有说要验八 因为怕是狼发狼叉杀嘛 然后可是后来又没有发给八 就是又 又是改了井灰流去验别人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举动让我觉得三八好像 就是 有点 难以定验 所以我其实 我白天发营的时候 我是说我 百分之七十占九 那我并没有说 铁占九 所以我后来变票 是因为就是 后面聊出来十一二 我觉得 他们的发演比较好 又加上九 他刚刚说就是可以出三九分 我觉得这不太合理 所以我是听到后面十一二 然后又去说了可以先出七 去验他 就是他到底是不是猎人这个身份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是一个云民 我没有视角 所以我觉得 就投七出去 就可以看得出 我到底要站哪边才是对的 所以我刚刚投的是七 所以 我觉得不能说是便票 就是我是 本来就是软占九的 然后我后来 就是改姓二三 然后去投七出去 那 所以现在对我来说 一是精髓嘛 那 八是真猎人 三是真欲 所以视角里面 虽然二刚跳女巫 但是 我现在没有办法很确定 就是 对我来说 就是我不确定 可能剩下二四 对 然后我是平民 我刚刚怎样这样讲 然后我 我刚刚之所以又可以就是 我更欣赏的原因是 因为他 他刚刚 最后井辉流是改先五后六 然后我也不怕验 所以我觉得 那我就 站三遍 然后看 如果他真的验得到我的话 因为有射梦了 所以他有可能可以活到第二眼 所以也可以看他验我是什么身份 这样 所以我 才会 就是本来七十八占九 后来就信了三 这是我 整个 心路历程是这样 对 所以但我现在也不知道 四个人二到底 谁是狼 这样 我觉得六好像有点爆了 就是六 我的坑就是六七九 我先讲一下 我从头到尾都站对边了 我今天意外清醒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个坑 这个格局 我从这个视野看 我觉得还蛮清楚 因为关羽跳了一个猎人 七号我觉得是 六号我觉得是最后一两 你刚刚的所有的站边 全部都是马后炮的站边 就是直到七出去之后 你才站回来 可是在那之前 你全部都是站九的 然后上井的时候 也是你跟七去投了九 如果我是那只狼的话 我可以投给九 然后就直接 我可以投给九 让他们平票 然后在那个就好 可是我没有 因为我觉得我认到了 真的预言家 可是六不是啊 六是直接 往十里就是要站九 然后他从来没有去盘说 八跳猎人的 八跳猎人 在那个位置 被发了叉杀 三干嘛要起跳 所以这是我觉得六了爆的地方 他完全没有去盘这些东西 他刚刚的发言全部都是 七出去没开枪之后的马后炮 最后一两是六了 然后八去打二 如果游戏没结束 那真的得出 因为二没爆女巫 可是我觉得二的 上一个人的发言都是好的 加上 他刚刚也复议了一号说 可以从七八里面去投 我觉得如果他是一只狼的话 他会想要在那位置 可能再大力一点 呃 说服三去归到九 我觉得他是狼的话 他只是可能忘记报 营水 可能营水已经死了 或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二 如果这些游戏没结束 那可以再盘他 可是我觉得最后一狼是六 我是平民牌 对 我们出错就输了 因为现在我觉得 我觉得二是女巫 三 一人加你猎人 最后一只狼 如果你们出到我 OK 他晚上再把一刀掉 一跳 那个圣某人跳超假 三十怎么可能 圣某人还在 所以一一定 他一定狼人图名就成功了 所以 出六 游戏结束 过 对吧 我觉得你们好烦 因为一个是做尽了坏事 然后一个是一直做好事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 发言的真诚度六 我比我比较像好人 就是 我觉得你有点用力到 我觉得你很奇怪 我这样是对的吗 你真的好用力 就是你整个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就是你用力到 你整个一直在 我觉得很像 最后一朗奋力一波的感觉 因为 而且 而且因为你刚刚讲 因为六 刚刚其实我觉得他的飙碎 我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他说他是占70% 然后 可是我真的不是 我现在一直就觉得 我就觉得四号很奇怪 他是一个倒勾郎 然后他在我的第一警徽留 然后你说你要验我OK 你就你想要先打动我 然后让我改我的警徽留 对不对 对 我不想当预言家好累 我 我 想一下 我觉得 我觉得 六号如果是狼 他都已经冲成这样 他刚刚其实不需要去 上票给 就是吃这个票式的 然后四号可能就是 从头到尾就开始勾的牌 我是这样觉得 我想要出 我想要出 什么音乐 好恐怖 是要一直勤了我 我没有 我没有 我们只有投票好不好 过 请大家进行投票 3 2 1 请投票 4号 淘汰 请继续淘汰 我自己 尤其准处 同在业劉游戈 我自己 可以 有钱 我们有钱 我们有钱 很棒 那我来票选MVP了 5票到宇 不跟不补 3 2 1 对 礼仪 礼仪 都很好 好人好 刘宇举手 刘宇 1 2 3 4 过半数 恭喜刘宇 谢谢刘宇 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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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讨论请记得订阅 娱乐200分百的官方Youtube 然后让莎下次见 谢谢 谢谢 小声这样 宇婷我是好了 宇婷 谁在哪这样 我是 我是 她是 她是 你是不是设10号 对不对 我设10号 因为她白天发言一直说 你很不好跟过 李懿是平媒 那我是跟你说 你也是他平媒表演 所以你推动六名 我一定会 你一定会 我相信 可是这个是什么 真的吗 但因为我跟你是同意 因为你不敢不愿意 因为我一直模糊 我一直很游移 但是 因为我跟你是同意 你们先聊你们的 我们先聊 但是有分享你们先聊 没有啦 因为我刚刚宇婷说 我没给她容忍度 可是因为我站背是一直很模糊的 我还是铁站 没有到铁 她比较铁 我是觉得为友谊 但我们有觉得你发言像 你虽然站另外一面 可是我们觉得你是好 你插我也OK啦 就是我是好人 你有吓到吗 有 我想要 我想要一定是三个导师 刚刚那个三死是 牟俊射死死 我连射两次 他白天发言一直对死超用的 然后流毒你 我想我 可是我觉得 刚刚是不是不应该射死死啊 因为这样的轮次 可能有可能会 我射你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说 你就要倒梗 我就想要少排一个 多排掉一个人 比较好排这一轮 这一轮就变成四六直接PK 那射梦人是假设我今天睡别人 然后我李懿等于只有一个印记 我在睡第二次李懿叫死嘛 那连续吗 连续睡了 然后我头四号是因为 我跳射梦人的时候 我就是跳一个好像我在挡刀 然后你刚好在后面补一句那个 然后他只有 六号完全没有去盘这个东西 我不敢讲啊 因为我觉得你一定是射梦人 你白天对死的敌意那么重 你把他跑啦 不是死就死掉了 对啊 他说死一定盗勾 他说我刚刚发言 你发现很漂亮 没有没有就是 可是他已经在抓盗勾了 所以就变成这样 而且如果最后 如果要抓盗勾的话 那一定是四号啊 因为四号最高 因为季定是冲牌啊 对 季定有人冲到 冲掉 我跟他们两个 因为如果斗斗是狼 你会有告知 警官留是我耶 差你一票 我们两个这边 他警官留是我 对啦 哦 我们两个票数差点够了 气死我了 票数票 如果票的话是 没有刚刚上节就差一票就 差一票 如果不行啊 他压我就 没有 你可以发言 改过 然后 我就会改 票数重 票数改勾 对 然后雨婷就验你 好 然后我们就更早结束 哈哈 按赞订阅铃铛 开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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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开了吗